字幕提供 做這個Tempura 可以逐一做 這個是我的 是這樣 有五塊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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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多多多 今天我就來一間 日本餐廳吃飯 這間日本餐廳有什麼特別呢 它是有新鮮 叫做Oma Gase的Tempura Oder 好像有十多塊 我忘記了 其實我早一個星期已經訂位 那你一定要訂 它也有魚生的Oma Gase 我之前很久想訂魚生的Oma Gase 但Tempura的Oma Gase我還沒試過 所以我試一下 它真的逐件 逐件吃 逐件渣 逐件相給你 你吃完一件 它就再賺一件給你 這間店叫情森 三點水 燈叫情 我剛才想叫酒 它有兩三個酒都沒有 我終於叫了 這個它就有了 另外一瓶 我不知道這些LCV 我這樣買 菜單 它也沒有 但那隻酒沒有 它就說有這隻 我就試一下 Hotate eika 這個小的Hokai 這是Nenigo Thai 這是日本人的Snapper 好 Ounni Tempura 熊 是Ounni Tempura 我們叫做Uni Tempura 所以我是可以拍, 而且我訂桌時已經問了師傅, 是可以拍的了 哇, 逐塊找麵粉掃上去 這個就不用染, 直接放油在炸 那一盤是冰鎮著的, 用功夫 我這樣做, 哇, 正 可以看著它, 哇, 這樣做那些 你看多漂亮 你雖然看到它的鍋, 但鍋旁邊有一支溫度計, 是看到它的油溫 那隻蝦就開了那邊, 那隻虎蝦, 我看到剛才是虎蝦, 起了雙飛 看見它怎樣? 來, 把油溫出來, 先鎖一鎖油 你看看它這隻筷子, 兩個頭都是夾東西的 因為它這間餐廳是吃Tampura, 出名吃Tampura 它也有Sashimi, 是不是? 你不要靠差感染, 應該是 你吃完這個Sashimi, 一間吃Tampura, 就是用這個頭 因為生的和熟的, 最好不要用這個筷子頭 這一塊是Blue Thin, 這一塊是Hamashi, 這一塊是Tuna 這塊是Ika, 先試一塊Ika 在Ika裡面, 變成一塊紫蘇葉 那我夾下去, 魚身也很... 魚身也很南貌, 看到 先看看 它的魚身份量也不是太多, 因為它是純粹給你一個餐廳 其實我們今天的正餐是一個Tampura 那這個Tampura set呢, 這個Tampura Omagase 就是一百二十元一個人 有十八個項目 那這個就是它的Apportizer, 叫做Surf Choi Sashimi 有這幾塊 那這個Tampura, 就是剛才我們之前拍的那些 有些季節, 有些季節, 然後還有甜品 手製的日本菜, 我不知道是什麼 那等一下我就會知道 那剛剛我就吃了Surf Choi Sashimi 就是用這邊 那現在就用這邊吃Tampura Tampura OK, 謝謝 剛剛炸了它 這個是老虎蝦, 這個是蝦頭的腳 所以這個也是沾滑的腳 這是水酒 有三種地板 這是蝦頭, 海蜜蜜条 對, 海蜜 OK,海蜜料 沐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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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麼, 食材蔬菜呢 師傅推薦用這個汁 即是Tampura Sosa 有些蘿蔔 吃海鮮的醬汁 推薦這三種鹽 這是海鮮 中間是綠茶 這是蝦蝦 即是有菇味的鹽 通常吃過半小時 先吃蝦頭 即是蝦頭脫掉頭 這是蝦頭腳的部分 我試試菇鹽 很鬆脆 原來吃蝦頭脫掉頭 廚師推薦你點有味的鹽 如果這些是濕的 我一點那一塊就不一樣 現在這塊是第二塊的 魷魚用什麼吃去好呢 都是用海鮮的醬汁 我的魷魚很厚 魷魚脫掉頭脫掉 大家有沒有吃過 我吃過燒鹽鮮的 魷魚很厚 而且很彈 很硬 它那個漿粉 一向是有冰鎮著 因為其實這個 味道 你要最好是冷 因為它炸的時候 會預熱 它的粉會膨脹 所以你要把那個溫度 那個漿粉的溫度 最好有這麼低 突降到這麼低 炸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容易焦 顏色會比較好看 但是我看不到它的溫度 但是我看不到它的溫度 它會比較高了 而且有點油漬 OK 謝謝 這個 這個是日本的Snapper 這個用來用CVSOP 那個網下面有通氣 變成它的東西不是在碟上放 直接放在那裡 它就沒有那麼容易軟 但是它就沒有味道 它就沒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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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試這個 一絲絲的 很好吃 而且它的漿粉 它的漿粉炸得很鑊 它就可以調到魚的鮮味 它就變成牛巷 它真的可以調到魚的鮮味 大廚剛剛都說了 外面是CRISP 外面是S SHI M 這個是SGRC 你看到它 中間很 conference 因為這些很明顯是SHAJIMI 很贵 內生外脆 我也是點這個 我喜歡吃它的水果 可以試一下綠茶 綠茶很甜 這個菇菇鹽 我喜歡點它的脆皮 點的鹽 就不是直接在帶子那裡點 因為帶子也是濕的 就是濕的 你點進去 你無法控制 它黏在全部都鹹色 但這些反而是比較好 因為它的表面不平和乾 所以不會黏太多鹽 現在師傅剛剛給我們這個 就是海膽的Tampura 我沒有吃過海膽Tampura 其實它也是北海道海膽 芷蘇葉就蘸了Betta 炸了Tampura 然後上面就放了一個北海道的海膽 師傅就說這個 海膽Tampura是甚麼都不用點的 那就直拍 他剛剛吃了它的海膽 北海道海膽Tampura 他也發現是做到很脆 海膽當然北海道海膽當然是漂亮 又甜又Creamy 那個感覺真的不跟一哥說海膽 剛剛師傅就給我一個海蠻的Tampura 海蠻我最愛 是出海蠻的日本來的 剛剛我拍照的時候 那條海蠻其實是一條那麼長的 它是同一條來的 我想嘗試用這個蘑菇鹽去吃這個海蠻 我就是這樣 海蠻真的很好吃 它有很濃的那個蠻鹽味 但是它又沒有鰻魚的肥味 它的脂肪是沒有鰻魚那麼肥 但是它的魚味是比鰻魚濃的 這個很好吃 現在要拍攝師傅切鮑魚 這個就是Tampura鮑魚 這個Tampura鮑魚真的很厲害 剛好我們這裡有兩位 旁邊有三位 所以這個Omakase師傅是 把我們五個人在同一時間做的 每人一隻 那隻鮑魚很大隻 我剛才看到 他現在就沾一些青檸汁 鮑魚Tampura真的沒吃過 現在就上碟 這個就是我的 謝謝 他切三刀 他剛才是整隻炸了才切 鮑魚Tampura 剛才師傅就是把 喂 他連鮑魚殼也有Tampura Bata 很搞笑 但是我相信 他是把 鮑魚剛才整隻Tampura炸 之後再把鮑魚再沾 再炸 那他有心 他的鮑魚也不小 那我先拿鮑魚 我就什麼都不點 就這樣試一下 鮑魚有點不韌 鮑魚都軟 鮑魚本身沒有味 我吃到它的口感 但是我 細微一點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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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吃中間鮑魚 看到嗎 有個中間鮑魚 中間鮑魚 中間鮑魚 我喜歡 海鮑魚 那種 現在呢 蟹瓜 阿柱說要蘸蘑菇鹽 之後再蘸蘑菇鹽 好像一條裙 這樣切 然後再掃浸 然後炸 我家也可以試一下這個做法 它裡面呢 這個鮑魚很雪白 你看到 蘑菇鹽 嘩 好脆 它的鮑魚剛剛好 這個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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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蘿蔔絲 嗯 有些肝臓 蘿蔔絲 還有它的汁 味道 OK 這個是 蓮藕的 蓮藕 大家看到它厚切 大師傅提議我們 用這個綠茶的 吃法 哇 香港呢 它不是你挑戰 這些蓮藕 大家告訴你 這個蓮藕 這個蓮藕 有什麼分別 它的蓮藕是爽的 我們在超市買的 是粉的 它不粉的 這個是大分別 這個是滷粉 不過你看 這個粉漿 真的做得好 差不多是沒有 差不多是沒有鹽的 我剛才看到 大師傅 他不是整條點 它是用一個掃 好像油油一樣 掃 變成它的漿粉 不會點進去 這麼厚 剛才某些 你玩 你玩 Anago的那些 Anago 它就是這樣 就點進去 所以它的粉 就更厚 都不是厚 因為加露筍 它掃就更薄 露筍又 都是露筍 沒什麼特別 這是厚菇 這樣就可以燉到葉 你們看到嗎 它的菇味不是很濃 普通 這一塊叫做 Sasuma Imo 的Yam Tambora 很甜 很黏 這個味道 就越來越遠 我面前做了這碗炸 Tambora 下面是白飯 它面前再刨青檸皮 再鋪紫菜絲 櫻花蝦 Tambora 蝦仔眼 看到嗎 下面就塗了湯 剛才看到 這個飯很特別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櫻花蝦 櫻花蝦只有台灣和日本才有 我聽聞 它的底部是湯 那我試試看 底部的湯是什麼湯 是一個很淡的湯 它淡味道我都吃不出來 它是什麼味道 原來全晚最厲害的 就是這個 就算不是最厲害 我都給它Top 2 櫻花蝦 Tambora 很棒 味道很濃 很濃 很像氧花 它做到一點都不油 這個甜品就是送的 不過它寫字 還有 放一顆士多啤梨 展示一下 它的刀工 我覺得這餐 也是滿意的 其實是很好的經驗 因為我們真的沒吃過 Tambora的Omaga Se 它逐件上 一定是新鮮 很新鮮 還有很脆 如果大家有興趣 嘗試一下 都不妨一試 但一定要訂位 今天分享到這裡為止 再會